请接牌 在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温德 工务局长黄一平 环保局长许世勋 及卫工处长陈北佳等人共同接牌下 内湖污水处理厂顺利获得环境教育场所认证 小朋友迫不及待进入室内体验这些互动游戏设施 花费百万历经两年努力 每天处理20万吨生活污水的内湖处理厂 化身为环境教育设施场域 以翻转教室及探索学习为理念打造 希望透过互动影音游戏体验 极有趣的导览说明 让爱水护水的观念向下扎根 我们台北市民每天所产生的污水 是要经过收集 还有很繁复的处理的流程 才能把这污水处理到干净 才排到河川 回收到大自然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市民朋友都知道 这水资源是非常珍贵 所以我们才极力的去争取探足迹的认证 跟环境教育场子的认证 然后来落实的推广 让这个教育可以从小扎根 让我们台北市甚至各县市的学生 都可以透过这个环境场域的认识 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去做好永续循环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不管是水体的污染量把它降低 减少这个制程中的所有的碳排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好的互产品可以产注 这一个都是一个让我们在座的各位小朋友 可以从这个实际上的经验 去认识到我们怎么样爱护地球 怎么样在过程中生活中 我们让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对地球的伤害尽量在降到最低 小朋友一站上去 萤幕就会出现该种营业场所的污水 如何收集到污水场 还有用手点选萤幕 就可以看到生活中使用过的脏水 到底跑到哪去 我们上厕所啊 或者是我们洗菜洗碗 那洗剩下的这些脏的水 或者是不干净的水 那会流到哪里 那我们主要的第一个互动装置 就跟大家讲 平常生活中用到的水会流去哪里 那像这个部分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事业用水 像是我们餐厅啊 或者是我们洗车场啊 或者是像是我们的一些大卖场 这些用下来剩下的水 那会流到哪里 那它可能会 里面会有哪一些成分 那就由我们的这个 第二个的互动设施来跟大家做介绍 为公处还设计了 可爱讨喜的吉祥物娃娃 透过动画带领小朋友了解 污水场如何让污水变干净 甚至还推出实体的小布偶 送给小朋友作为鼓励 因为我们是以前传统的 欢迎教育就是用书本 然后用宣导的方式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方式 比较生硬啊 所以我们就导入 互动式的多媒体设施 还有一些影像 像是我们做了一个 史威奇的吉祥物 那个就是苏伊菊 就是污水 它做成吉祥物 那吉祥物我们做成小布偶 那小朋友如果来这边 常常可以送给他一只小布偶 带回去 他会有更有感觉 也更有 更有认知之后 可以把这个认知化成为行动 然后落实到每天 日常生活里面 这样活泼有趣的环境教育方式 也让小朋友收获满满 愿意当宣导环保的小尖兵 学到了原来污水处理厂 处理了那么多东西 几乎快处理了 我们生活中 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很喜欢海洋 所以我回去都看到水漏着 我都会把它关紧 洗米的水 我也都会拿去浇花 除了落实环境教育 微工处也持续进行 污水接管工程 希望台北市污水接管率 在民国121年 能达到90%以上 还有在民国116年 让污水厂达到三级处理目标 处理过的水 甚至可以比基隆河水更为干净 目前台北市的污水处理 大部分都是二级处理 还有一部分是送到巴黎厂 只有初级处理就排到台湾海峡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提升 整体三级处理的比率 三级处理就是比二级处理还要更好 那这样的水质可以对河川更友善 甚至可以在基隆河 在枯水期 可以补助河川的激流量 然后部分可以回收到市区来 给市民朋友来做合收使用 这样就可以降低对这台水的依赖 这样不是对环境更友善 更永续吗 购物局长黄一平表示 全国目前77座民生污水处理厂中 有17座具有环境交易场所认证 有5座取得碳足基标签认证 台北市迪化及内湖污水处理厂 两项认证都有 内湖污水处理厂 更是全国碳排放量最低的 二级污水处理厂 台北市将持续推动节能减碳 为2050净零碳排贡献心力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